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第六章 它又出了差错 出差错以后教会就更数天了 而这个往前走就变成了一种无限的 好像你不知道怎么停止的扩大 什么官府了 懂不懂 什么恐吓了 什么监狱了 什么打击了 摧残了 这个教会都能胜过 第一次差错是钱 是不是 第二次差错是对负责弟兄们产生的一种不健康的抱怨 这个师托属灵有一个很好的回应 这个回应就让整个的教会提升出来 就跑到另外一个层次去了 哇 在这个层次里 那我用句话叫做多采多智 好像就完全到另外一个境界 完全扩大过来了 所以你里面要有一种 好像对主常常要说不出的敬拜 主啊 教会不怕难处 教会有难处了 教会就提升了 对不对 但是啊 教会怕宗教 因为宗教和生命的事太相近了 同一件事 有神的灵了 它就叫生命 没有神的灵运作了 就叫宗教 同样的事 同样的实行 可以是完全在神的见证里 也可以完全在宗教的里面 所以这里好像神给他们一个东西啊 如果画这个号可以这样说 叫做无限大 神就告诉他 现在啊 我要给你们一个宽广的天啊 要达到一个地步啊 不是你可以实意的 但是很可惜啊 就这样在他们这个无限扩张的里面 就产生了这个宗教 到后来宗教把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打败了 这个它就不是耶路撒冷的历史了 这个是两千年不可躲避的潮究 逃不掉 好像两千年的历史里 还没有人逃出来 就是主做功了 得罪一批人了 慢慢就从开头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 开始灵怎么充满了 然后画怎么刚强了 然后大家说我愿意为主死 然后就出点难处 这个难处啊 就人来看这个难处应该是会伤害教会的 但是没有 反而提升了 扩大了那个教会的生活 教会生活的健康度了 所有地方教会在跟随主 所必须经过的第一个难处就是钱财 第二个难处啊 它不是钱财了 它是教会本身的智力 你知道啊 这个不爱主的人 不会给教会难处 懂不懂 所有不聚会的都不会给教会产生难处 最多就是教会感觉啊 衰弱就是了 所有教会的难处 都从那些常聚会的 有心的 奉献的 摆上的 有运作的 甚至于有供应的 甚至于讲道的 这个值分越高 所以可能有的难处啊 越大 所以你们这些有心的人啊 都要给自己最好赐青赐一个 我就是难处 每天在镜子看看 看看那个肩膀呢 我就是难处 第六章 大家开始啊 对教会啊 本身感觉有问题了 那个基本问题 不在忽略寡妇 基本问题在啊 这些说这个语言的 和说另外一个语言的 中间有隔阂 你懂不懂 所以任何事都可以造成话题 有没有忽略 可能是有忽略 但是啊 这个是不需要成为话题的 可是心里已经存得不痛快 里面已经不痛快了 在教会中啊 不知不觉总是 哎呀 你们弟兄不管姊妹啊 有没有讲过这种话 有没有啊 姊妹会讲啊 你们弟兄不管姊妹啊 你们就是管弟兄啊 然后你们年长的 不管我们青年的 老弟兄就讲 你们青年人看的 我们老死了算了 然后这个英文的就讲中文的 你们中文这么兴旺 我们这人都快死了 也没人来帮忙 治理教会有它的法则的 反正你记得啊 语言啦 种族啦 永远是有可能在教会中 殆尽风波的根源 教会两个大难处 第一个 钱 不是罪 罪太明显了 你们懂得的话 你有哪个人敢起来讲 看谢主我又犯罪了 我告诉你 昨天我赌钱 我怎么赌法 我赌了十二个小时 没有人做这种见证 赌钱的人都是躲起来的 但是爱钱的人不需要躲起来 因为没有人知道 你可扣了多少 你该奉献 你自己扣了多少 没有人知道 我告诉弟兄 这个钱 在教会中是一个大事 所以从开头 我们和弟兄们 钱财要非常清楚 还要学习 如果主给你带领 学习不要借钱 不要跟弟兄们借钱 这些都会伤害你的灵性 然后呢 和弟兄来往的时候 非常的干净 钱财 因为钱财是教会 第一个出现的难处 在《使徒心传》 你看没有 第一个难处 钱 第二个难处 种族 种族是教会 第二个难处 这个第二个难处 你要注意 就不是个人的 第二个难处 就成为风波了 所以他们就产生 一个大的风波 产生化的时候 这个彼得能够这样甜美说 我们撇下神的话管理凡事不合一 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 你要学着看一个弟兄 就是看这三样 第一个 见证好不好 见证好不好 见证可是个大事 你看一个弟兄 你看一个弟兄 他这里面 他就说得很清楚了 你怎么看一个弟兄 他说三个东西 第一个 他是一个好见证 换句话说 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的活处 他这个人的存在和他的活处 是叫弟兄们 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欣赏 人欣赏他 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东西 叫圣徒觉得美丽 他是个好的见证 第二个 他和主非常的健康 所以他不仅是一个有灵的人 他是一个灵充满的人 说说他这个人是健康的 他和主是健康的 然后这样 他的智慧是充足的 所以他对属灵的事 是满了悟性的 也因为领会属灵的事 而产生了好的运作 这样的人 你们选出来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是我们怎样呢 我们要专心以祷告 传道为事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传道 这太甜美了 太甜美 有的人问我 说主持人 你服侍弟兄这么久 有没有带弟兄姊妹读 权柄 说我从来 我说从来没带过 从来没带过 但是我的确有劝弟兄们 那是一本好书需要读 那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带 我说我如果带变成 我要你们服我的权柄 懂不懂 权柄不能强加的 权柄是流露的 这特别是一个生机的身体 属天的教会 他没有人可以 说我来控制的 但是使徒们的确有权柄 却没有用这个权柄 反倒使徒们呢 告诉耶路撒冷教会 那些门徒 或者我想那些有服事的人 要从你们中间 选七位 然后使徒们呢 祷告了 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换句话说 选的是教会中有服事的 他们祷告考量的结果 祝福他们的是十二个使徒 使徒们祝福他们 认定教会所做的决定 然后这一般人呢 就成为服事的人了 所以啊 这个从一面来说 是一个大的风波 前面那个风波 不过是一对夫妇 对不对呢 后面这个风波呢 乃是因为种族啊 因为语言啊 产生了心结了 自从那个心结啊 找到那个话题 爆发出来了 爆发出来以后啊 使徒的反应 完全是属灵的 所以弟兄们 你要注意啊 如果有一天 你治理教会 你要记得 尼托圣流的一句话 不要做权柄 你看 他权柄顺服力啊 他在权柄顺服 末了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一个做权柄的人 要认识 你要不要做权柄 一会儿 他是说要不做权柄 你不要见人之 我是长老 我是带头的 我这么定规了 要不做权柄 使徒们在这里啊 学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风波虽然来了啊 而他们对这个风波的回应啊 就带尽了大的祝福了 许多时候 许多的事来了 都是因为圣徒啊 这个安详度不够 或者主的仆人啊 安详度不够 就产生了许多啊 不必要的摧残 你知不知道啊 无论多少的艰难 如果主的仆人安详了 圣徒们也跟着安详 你懂这话的意思吗 主的仆人紧张了 那大家都紧张了 所以啊 他这个满有信心啊 就是一个好的见证 这个人在一切事上是稳妥的 这个人在一切事上 是吃手吃钉的 这个人在一切事上 向着基督是认定的 这个人在一切事上啊 是可以把一切啊 信托给他所信的神的 所以他是一个满有信心啊 然后是圣灵充满了人 除此以外呢 第二个就选选了费力 这个也选得好 费力后来就成为啊 传福音的费力了 对不对呢 变成一个直视了 这个第三个呢 就选了波罗格罗 这个也选得好 因为他后来成为啊 约翰的同工了 约翰的帮手 约翰的同工了 然后就在一个地方啊 服侍一个 就有点像啊 我们说的马可 马可后来不就是到 亚历山大城吗 就在那服侍一个区 对不对 他也是啊 这个弟兄到后来 也很显明啊 末了的思维啊 读不太出来 或者插不太出来 但是无论如何啊 选得好 阿门不阿门啊 可是另外很特别的 选七个人管饭 结果这七个人呢 变成教会中的提升 教会中的活力 只有状元徒弟 没有状元师父 这个彼得他们对不起啊 那就不是状元师父 但是因为啊 他们这样的开广 愿意啊 圣灵更有路 愿意啊 圣灵的工作更多 愿意啊 主更有主权 愿意教会啊 更兴旺 神的话 兴旺起来 反而啊 教会 祂得祝福 我告诉弟兄们啊 我不知道怎么来这里 和你们讲这个教会 这个福祉教会的原则 福祉教会的原则 是你不要怕教会出事 但是在教会出事的时候啊 求主给我们一种认定 坚持宽广 知道我们所服事的是谁 所以我们不要惧怕 然后有一种宽广 愿意主更出来有路 愿意主啊 更显明人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 这个以前呢 从这个五星节开始 一直到啊 武藏的末了 整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局面啊 或者说显明啊 都是在十二个使徒上 可是到了这个以后呢 他的显明啊 就越过了十二个使徒了 或者说对不起啊 就不仅是十二个使徒了 就十二个使徒 加上许多了 最主要的加了两个 一个是加了史蒂凡 另外一个是加了史蒂保罗 那个时候叫扫罗 对不对 加了史蒂凡 也加了扫罗 史蒂凡呢 很可惜啊 当然这是我讲 很可惜 寻到了 要不然呢 史蒂凡很可能 就是第二个扫罗 或者保罗 使徒保罗 就变成第二个史蒂凡 那个两个人的直 两个人的看见 两个人的认定 两个人的口才 两个人运作的能力 都是一样的 高到极点 怎么会 这一般渔夫啊 在那搞福音 传福音传个两三年 短短的时间 得着了这样好的器皿 来为主主 来征战 所以这七个人 被选出来以后 菲利不仅是广泛 同时福音就开始广传了 他就变成传福音者了 懂不懂 这个史蒂凡 不仅是广泛 同时就变成真理要得着扩张 真理比得他们是没办法的 比得他们认识就这么多 读的书就这么多 教育得的就这么多 能讲的也就这么多 所以主用他们 这样大用他们 从一个层次到另外一个层次 用到后来就说 我还要往前 我怎么往前呢 我叫教会 我许可教会 出一点点的难处 有一点点的风波 所以风波来的时候 你不要太害怕 懂不懂 但是你也不要喜欢 感谢主风波来了 因为应付风波 这不简单的 这个风波来了 风波来了以后 这个语言的问题 种族的问题 借助范式发挥出来了 这个时候 这些十二个俗徒 非常的谦和 你看十二个俗徒在官长 在长老面前 多强啊 听从神 不听从人 但是一碰到 圣徒的时候 圣徒需要的时候 他们里面多柔和 马上就讲 啊 弟兄们啊 我们啊 去管饭了 本来就不对呀 懂不懂 所以现在从你们中间 选七个呀 选七个就是 要让新的人啊 往外冒啊 要往生的人才 往外冒啊 要让整个耶路撒冷的建政啊 更富足起来 不仅是我们十二个人 在这运作 还要加上七个人啊 和我们一同来运作呀 所以啊 因为这样啊 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开头啊 这就到第三层了 这个时候他们的确是属天 整个的教会属天 不再是啊 彼得做多少 不再仅仅是啊 彼得做多少 约翰做多少 到这个时候啊 其他的主的仆人啊 也起来被显明了 也起来啊 做主的功了 所以他往下就说了 神的话 形望起来 在犹路撒冷的门徒 树木加征的甚多 也有许多 祭祀性的热道 这些祭祀啊 不是点灯吗 不是点灯吗 摆这个橙色柄的桌子啊 对不对 有一天那主要说死了 那个曼子从上到下裂开了 他们再进去看 哇 我终于看见了 那个月桂了 我终于看见月桂了 本来祭祀是看不见的嘛 他只能点灯啊 烧香啊 摆这个白饼啊 现在说哇 我终于看见月桂了 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有个感觉 现在我可以到神面前去 以前我不行 只有大祭祀才可以 现在我可以 就在这个时候福音传给他了 他们很容易接受 很容易接受福音 并不证明啊 他们很容易忘记他们的文化呀 我想啊 就是因为这般祭祀性的主了 所以教会中就变得更大 也更难治理了 懂不懂 小的教会容易治理啊 当教会多少万人 那本来多少万人呢 原则上来说 还都是很单纯的 现在多少万人呢 加了一股啊 强大的力量 就是犹太教的力量 犹太教的力量 借助这一般祭祀啊 也加到教会生活来了 所以教会生活在这个时候 就变得更难了 但是弟兄们 你注意一件事 无论多难 主耶稣永远会讲 有我在 我能解决 所以他不记载 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到后来的确啊 整个耶路撒冷教会 堕落 或者流逝在宗教里去了 可是啊 在这个过程里 这个《行传》所记载的 却都是荣耀的事